在全球的新闻里面 首先我们要讲我们经常提到的苹果 苹果最近的市值不得了 比另外三档大型的科技股 加起来都要来得超过 怎么看呢 2月2号 11月2号的时候 它的市值有2.3兆美金 比字母 就是Google的母公司 亚马逊跟Meta 三家加起来的还要高 那主要是因为它下跌的比较少 今年以来苹果下跌了18% 那字母跌了40% 亚马逊跌了44% 那Meta是崩掉了 跌了73% 那这个最近一个月的话 我们看到Meta跌了最多33% 因为大家发现元宇宙不行了 字母跟这个亚马逊分别跌了9%跟18% 所以这个在通膨的这样子的 这个新的这个带来的时候 这个对于科技股呢 事实上是有很大的这个压力 那我的观察有几点 第一个呢 在过去几年科技股的行情不在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说科技产业现在募资是非常的困难 第三个呢 这个Meta 我们讲到这家公司啊 去年我还记得就一年前 去年11月的这个时候 元宇宙热得不得了 没想到一年后啊 这个就变成元宇宙的冬天啊 NFT也快挂掉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反省 我们下期再见